周日 加州州长纽森和部分立法者 宣布了一项高达95亿美元的退税计划 将为2300万加州人发放最高1050美元的补助 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汽油 日用品与食物价格 民众能收到的补助金额取决于收入和家庭人数 年收入不超过7.5万美元的单身报税者 可以获得350美元补助 收入在7.5万至12.5万美元之间 与12.5万至25万美元之间的单身纳税人 将分别获得250美元和200美元补助 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单身纳税人将没有补助金 另外 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妻联合报税者 将获得700美元 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者收入越高 补助金额将越少 联合报税者的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后将没有补助金 若单身或联合报税者中 至少有一名抚养人 补助会额外获得最多350美元 州府表示 这笔补助金来自加州千亿美元的预算盈余 补助会以直接存款或借机卡的方式 从10月下旬起发给符合条件的民众 并于明年年初前发放完毕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综合报道